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2月11日 星期一 今天是大年初二 大陸的股市 大家都知道 跌得很厲害 今年一開始就一直跌跌不停 全國一月份都是跌 踏入二月份 其實也不好都是哪 最大的問題 是中共用一種行政的手段 去阻止人家沽出股票 最初他就說打擊沽空 後來 連自己持有的持倉都不可以沽貨 結果 搞出人命 這次搞出人命的 就是上海被稱為少年古神 曹欣 他是上海天理 私募股權的創辦人 後來改了名字 曹邦遜 他在1月31日 臨海自尋短見 財新網後來報導 就說他因為心理健康因素 在1月31日突然離世 中年34歲 什麼是心理健康因素呢 原因就是 心理上承受不了 自尋短見的心理健康質素 大陸自媒體《深藍財經》 報導 一張對話紀錄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 截圖說 上海一個私募量化基金管理人 跳樓身亡 很多人就懷疑 去世的 就是 天理資產管理在上海這個始創人曹欣 跟近期的市場波動 是有關 財新報導 近日天理潰湖上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始創人曹欣 在投資圈引發關注 根據確認的消息 曹欣在1月31日 因為個人的心理健康原因離世 報導有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天理並非量化私務基金 網傳加槓桿投資也不是公司的任何業務 天理是做一級市場股權創投的 2016年成立 目前公司產品都是存續期內 沒有新增任何二級市場投資 實際上他是說謊 因為 他是借大耳孔 去炒股票 這是我在內地 投資圈的朋友告訴我 而這個 曹欣屬於他們的後輩 是後起之壽 近期沒有起得特別快 因為他夠拼命 夠膽借大耳孔錢去炒股 當然 最近為甚麼要出事呢 就是因為手上拿著的股份 想估 想指洩 估不出 是沒有辦法估 大家知道 中共最近 將一些大型的基金 投資公司 他們的估出制 就變了灰色 本身可能按一按 就可以估到貨 現在他們的制是取消了 取消了估出的那個件 連制也不能估 也取消了 公開的資料顯示 曹欣是1990年出生 後來改名叫曹邦訓 劉邦的幫 訓斥的訓 訓練的訓 是大門大學的學士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2019級的MBA 在公開資料之中 曹欣是天理豁湖上海資產有限公司的 始創合夥人 中融控股集團公司的董事長 天理 這個資產管理在2016年成立 遞屬於中融集團 融 是草花頭 一個融 一個融氣的融 專注中國科技產業股權投資的專業私募基金管理機構 長期深耕一些先進製造 人工智能 工業軟件 新能源等等領域的投資 他們總共投資的項目有幾十個 和多個地方政府和產業集團 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 好了 真真正正 叫做 炒股炒死人 叫做 禁止沽空 就搞出人命 因為這次 不是沽空 是手上 拿著的貨 都不准賣 好了 因為最近的跌市 出現了 很多人爆倉 原因是 不給沽出 就是想止蝕 止蝕 不成功 大家想想想 當你買了股票 不給止蝕的時候 會多麼恐怖呢 是不是 好了 買了股票 不給沽貨 那麼究竟 究竟大陸還有多少個曹恩這些人呢 我朋友告訴我 投資圈裡面很多 因為其實所有人都有槓桿的 中國人 連買樓也有100倍槓桿 你覺得炒股會少於100倍槓桿嗎 每個人都是借回來的 事好的時候 就發達了 就賺錢了 當市一逆轉 很多人跳樓 好像丁鞋那樣 一陷加跳樓的 接下來大陸會出現很多 所以現在他根本 在北京的輿論 在中宣部的輿論 不准說墮樓跳樓這些字眼 全部不出來 所以他們發明了一個詞語 個人心理 原因 心理是什麼 那個人 意志力不夠堅定 他死於什麼 因為意志力不夠堅定 那是什麼意思 跳樓 因為意志力不夠堅定嘛 欠人錢 不用輸命的是不是 在大陸 欠人錢真的輸了一條命啊 因為 是沒得翻身的 手上的 股份 爆了倉 爆了倉呢 正常來說爆倉 你只要 還錢而已 欠債還錢而已 問題就是他已經輸了他這一輩子 他認為 沒有辦法還的錢 因為 我收回來的消息 他爆了倉 是輸了 5億 即是所有的資金 全部輸了 都還要欠人家 5億 這條數呢 看視乎什麼人 你在很多人身上 他一百世都還不到 沒有一世都還不到 當然啦 他炒得那麼大 當然 本身有點加帝 本身之前 他們在財金圈賺到錢 但是 不算是最厲害的那個 曹欣已經不是最厲害的那個 只是他敢死 在 市況不是那麼明朗的情況下 他還加倉 結果呢 加倉之後 正常 正常可以止蝕 是不是 我看見西息不對 我想沽貨 誰知道 取消了那個沽出制 所有的貨 焗死 沒得出了 焗炒 是不是 100元買回來 跌到50元 我想止蝕了 我要輸一半 其實一成就要止蝕了 一成兩成 我想止蝕 想止蝕可以嗎 不行 沽不到出去 看著他 從100元掉到50元 再跌下去 死貨了 被人借錢 怎麼辦 一計算 現在 合共 輸了所有的本金 還要 負債 5億 這個就是他選擇 結束自己 34歲短暫的一生 這種情況呢 不止一個 在大陸 最近 越來越多 其實不只是這個基金 很多基金爆倉 因為 好像他這個情況的人 大有人在 是不是 入了貨的 怎麼辦 入了貨沒有啊 不讓你走啊 最糟糕的 人家有一句說話叫做 有強姦 沒有焗賭 是不是 現在糟糕了 現在在中國 又有強姦 又要焗賭 大家明白這個情況嗎 而且 而且 局賭之餘 沒有得走 即是你在那張賭桌上輸了 不讓你離開 要繼續賭下去 沒有錢了 只能夠 你是了結自己 如果不是 你是沒有得走 最終 很多人 會只能夠結束自己的生命 你如果不結束 你 基本上 你就算不去自己結束 也會被其他人結束你的生命 就是釘鞋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他欠了黑手黨的錢 拿黑手黨的錢來炒股票 所以 釘鞋在大陸 只會越來越多 通街都是釘鞋 不論在上海 廣州 深圳 北京 通街都是釘鞋 原因就是 因為這次爆倉的情況 跟以前不同 以前你炒股票 炒任何人也好 你有 起碼定了指示位 現在沒有指示位給你打 當你的指示位沒有了的時候 任跌了 就是3-4 跌到無底心潭 那裏面的錢 當然沒有了 內地股市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這個禮拜也不會有股票 再要等下個禮拜才會復市 復了股票之後 能否頂得頂呢 一定頂不頂 因為他們的錢 其實只能夠強行頂住 原因就是 不讓你沽嘛 但是 你可不可以不讓外資沽呢 你 本地資金 很多基金 很多財團 什麼都好 有些叫做機構投資者 他們不給沽而已 那麼散戶沽不沽呢 散戶會沽的嘛 當然散戶沽不想過事的 短期內 但是 如果外資基金沽了貨 外資你沽不想沽嗎 不讓人沽啊 只准買不准賣的股市 誰敢玩啊 所以 我覺得 A股可能是 走投無路的時候 可能會停市 像香港那樣 當年八色股災 停市四天 結果一復市 就跌一千多點 三千多點 跌一半 據說當日 信和的黃志祥 在1987年輸10億 當時10億是天文數字 是吧 10億啊 大哥 輸了10億 最後就跟 當時的聯交所講數 他只是不知找多少 打了一個折頭 他才肯找 要不然 我回新加坡啦 當時聽回來這樣說 最終找了多少人就不知了 好 最重要呢 甚麼也好 你一定要有一個位置 有一個指示位 當 指示位給政府 給官方 強硬來的話 強硬取消了你的指示位 你 是會跌落毛底深潭 屍骨都找不回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 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 多點欣賞 廣告 香港朋友 也一樣啦 就來拿23條 如果你們選擇了我們的VPN 那麼你上網就更加安全 更加隱蔽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c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我們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 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使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r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是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是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 成功 症